寶玉和秦宗看家庭姑娘用访车来访闲,觉得好有趣 怎知后来那个姑娘被老母叫了 寶玉他们两个就没人了,正好凤姐叫人叫他们进去 这时候凤姐已经洗了手,换了衣服,她问寶玉他们换不换 寶玉就说不换,那就算了 接着那些丫头洗马,就把带来的茶壶、茶杯、十锦盒、各种小食捧了上来 凤姐他们喝完茶吃过东西,等那些家人收拾完笔,就起身上车 外面旺儿就准备好上风给那户人家 那户人家的女人就进来多谢了 寶玉就留心看下,不见那个女儿的 后来她上了车,走出去没多远,就见到那个女儿抱着她的弟弟 和几个小女儿嘀嘀嘀嘀嘀地笑着走着 寶玉就情不自禁趴在车上看着,可惜车轻马快,一下子就不见人了 走着没多久呢,她们又追回上那条送笨的长龙了 再往前走,就听到前面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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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豬就安置在裡面寢室陪寧,賈珍在外面款待親友,有些在吃飯,有些不疑就扯,那些皇宮貴族說完聲辛苦了,就一批批走了。 鳳姐就專責在裡面招呼那些女客,亦是周身都沒空,凝夫人,皇夫人,他們想著,鳳姐也是不能回家,那就要先回去,皇夫人就想帶寶玉回去,寶玉頭一次來到郊外開眼街,怎麼肯說先回去,就吵著要跟鳳姐留在那裡,皇夫人就沒辦法,就交了寶玉給鳳姐, 鳳姐自己就回去榮國府了。這間鐵餡是寧國公榮國公當日收造的,現在還有些地某撕寫給這間廟的,將那些收入用來做香火費的。 兩府以及京城,就有人過世了,在這裡停靈,其中陰陽兩宅,即是亭棺材的地方和生人住的地方都準備好了,等那些宋寧的人來寄居。 不想不到現在後輩的人口這麼多,有貧又有苦,脾性又有合得來又有合不來,就變了。那些家業艱難,安分一些的,就住在這裡。那些有錢有勢,港牌場的,就說這裡不方便,另外在村裡頭,或者是在尼姑庵找個地方住的。 那麼他們這趟送巡視的寧來,其他那些人呢,都在鐵館寺住的。 唯獨是鳳姐就嫌不方便,一早就派人去跟饅頭鵪的尼姑、靜虛,講好了的了,叫他騰兩間房來給鳳姐住。 那麼這個饅頭鵪呢,也就是水月鵪,因為他做饅頭做得好,就得了這個花名的。 他呢,離鐵館寺沒多遠的,當晚和尚打完齋,念完經,奠過晚茶。 假針就叫賈傭,請鳳姐血色。 鳳姐見到有幾個嬸母在陪著女親客,自己呢,就帶了寶玉呀,秦宗呀,他們就過水月鵪那邊。 咦,那為什麼秦宗又在呢? 咦,原來秦宗的父親是秦業,因為年老多病,他就先回去了,就留下秦宗在那裡,等安埋寧之酒。 那麼當時秦宗呢,就跟著鳳姐,寶玉,一齊就到了水月鵪了。 水月鵪那個靖虚尼姑,就帶著智善智能兩個徒弟出來迎接。 大家見過面,鳳姐他們呢,就來到靖室更衣洗手。 鳳姐見到智能高了大了,那個樣子越發標誌了。 他就說了,你倆師徒為什麼這陣子不去我那裡? 靖虛尼姑就說了,這陣子沒空了。 啊,胡老爺得了個公子,太太送了十兩銀禮,叫我請幾位師傅練三日血盆經,搞到整日都不空,那就沒過去請奶奶安咯。 接著呢,靖虛尼姑就送鳳姐去靖室休息了。 那這陣子呢,鳳姐身邊啊,跟著那些婆仔啊,媳婦啊, 見到現在沒事做咯,一個個呢,就走去休息了。 那現在鳳姐身邊,就得了幾個心腹的丫鬟在那裡。 老尼姑靖虚,她就拿著這個機會說話了。 我剛才說有件事,想去府上求太太啊。 現在我先問一下二奶奶,看個點好了。 什麼事啊? 阿彌陀佛! 唯一我當日在長安縣善才鵪出家的時候呢,有個姓張的師主,她是大財主來的。 她有個女兒,語名叫做金剛。 那年来我甘道上香 谁知遇见长安府太野的扣子李牙内 李牙内一眼就看上要娶金哥 就叫人来求亲 不知道金哥已经受了原任长安守备的公子拼 张家如果退亲 又怕守备不肯 所以就跟李牙内说他已经有了人家了 谁知李公子就是要娶她的女儿 张家就两头为难 不知道怎么好 后来守备不知道怎么知道这件事 就不分青红做白 走去骂了一餐 说一个女儿订给几家 是都不给退订离的 那就告状打起官司来 张家就急起来 就叫人上京找门路 说是都要退订离 我想现在长安节道士阿云老爷 和你们府上是最好的了 那是不是求太太和老爷说一声 发封信他 求阿云老爷和手臂说一下 那就不怕手臂不肯退订了 如果是不肯了 张家说 买了家产 来到孝顺老爷都情愿 哦 凤姐就笑笑口话了 哦 那这件事就不算是什么的 不过太太不再管这些事的了 太太不管 二奶奶都可以做主的 我又不等饮食 我亦不做这样的事 静虚听他这么说 那就确实不用想了 谁知过了半天 他又再叫声叹气这么说了 唉 说就是这么说而已 如果张家知道了 我来求府上了 那家下说不理这件事了 那人家张家不知道府上 是没有时间管 又不自在他的借礼 呃 反而会觉得府上 连那些这些手段都没有 那样的 凤姐听他这么说 他就兴起来了 哼 你平日都知道我的了 我从来就不信 什么阴尸地狱报应的 什么事都好了 我说做就做 我说行就行 你叫姓张的 拿三千两银来 我就和他出这口气 静虚老狱哞 高兴得跳起来 马上就说 哼哼哼 你唇仪而已 喏 我不是他们这样 拉帚拉纜来找银的 这三千两银 是给送信去求云老爷的家人做路费的 等他们赚回几个辛苦钱的嘛 我一个都不要的 莫说三千了 三万两我现在都拿得出来呀 是的 是这样的 那奶奶你明天就开恩了 唉 你看我没有空 哪里少得了我 是啊是啊 我既然答应得你了 那我快点就是了 这些这么多事 第二个人就频迫到不知怎样的了 哎呀 奶奶你呢 你呀 多十件百件事 都不够啊 奶奶你这么一发挥的 哎呀 俗意都说嘛 能者多努啊 太太见奶奶你样样事都搞得头头点边 那就是哎呀 干脆什么事都推给奶奶你做咯 那奶奶你还要保重下跪体姿 那个老尼姑就拍到行了 听到奉者的心都开了 他都不顾得疲劳了 和静虚就越谈越入膽 那几天喪事办完了 秦宗保育就跟奉者离开了铁蓝寺 坐车入城回到荣府 先去拜见过假母王夫人她们 然后保育就回到自己房了 他见到外书房搞好了 就约定第二天 和秦宗去读夜书 啊 怎么知道那个秦宗的身子弱啊 在郊外就受了风寒 回到来就伤风咳嗽 好像好辛苦顶不顺 就在他自己家里调养 保育就送了兴了 无可奈何 就唯有等秦宗好回到再约时间了 那凤姐那里呢 好快就收到云老爷的回信了 说他肯帮手 已经和他手臂讲妥了 这么说 怎么知道 张家的父母 那么爱世贪彩 而偏偏就生了个多情多意的女儿 张金哥听见父母退了前夫 就用条麻绳吊颈死了 而手臂的儿子 也是个多情总 他闻得张金哥自尽 他也投河死了 张李良家 搞得人才两空 凤姐就拍一下对手 就拌了三千两银 黄夫人她们 一点消息都不知道 从此以后 凤姐就越发大胆了 那些这样的事 她都不知道做尽多少 这些就不说她了 有一天 是假正做生日 凌鸣两府那些人丁 都齐宅在那里 兴河 非常之热闹 忽然间 有个门官急急地进来 走到直前就说 陆公刀太监夏老爷 来传圣子呀 吓得假写假正 他们又不知道是什么消息 直下就切了酒井 气都停唱 摆好了香案 走到中门跪接 那个陆公刀太监 下手中 骑马来到 前后左右 有很多内监跟着 下手中在帅前落马 满面笑容 走到中门走进厅 向着南边站住 读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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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宣假正入朝 再临经典 闭见 读完之后 茶都不喝 上马就走了 假设他们又不知空急 快快脆脆更衣上朝 那这头假冒他们呀 整家人的心都十五十六 不潜派人飞马来往报信 大约过了两个时辰左右 忽然间 见到赖大呀 他们三四个管家 气呵呵地跑步入尔门报喜 又说 奉老爷命 促请老太太 带太太他们入朝借恩呀 那时假冒 正是心神不定站住 在大堂走廊走来走去 刑夫人 黄夫人 游氏 李渊 凤姐 刑春 他们几姐妹 和舌姨妈 他们都陷入聚在一起 那现在听到这样的消息 假冒就叫赖大入来 问个详细 赖大就告诉他 小人我们在临经门外面事后 里头有什么消息 一概不知道 后来是夏太监出来 说我家大小姐 进封做奉祖公尚书 家封言得飞 后来老爷出来又是这样吩咐的 家老爷去了东宫 请老太太 快点带太太他们去诫恩 假冒听完 这样子心神安定了 一个个都喜喜扬扬 一个个按照 几品几品装扮好了 假冒就带着 刑夫人 黄夫人 游氏他们几个 坐了四胜大轿入朝 假舍假正 也换了朝服 带上假容假腸 逢是假冒的大轿前去 于是荣宁两府上上下下 女女爱爱 个个都笑口细细 又说又笑 唯独是宝玉就不同了 本来他自从代玉去了之后 就无心茶饭了 后来识了秦宗两个非常亲热 谁知秦宗这一阶段又生病了 宝玉的心就闷闷不落 连听到元春进风 都提不起精神来 假冒怎样借恩 怎样回家 那些亲朋又怎样来兴和 荣宁两府近日又怎样热闹 众人又怎样得意 宝玉都视而不见 一跌都无介意 所以众人就笑他越来越傻了 好在就刚刚假年和代玉回来 先是派人来送信 说明天就到了 宝玉听了才略略高兴一点 假年这趟入京 本该是下个月初才回来的 因为听到元春进风的喜讯 那他就日夜兼请 所以这么快就回到了 好了望到第二天了 果然就有人报 连二爷和林姑娘回来了 大家一见面 就悲喜交集 不免又哭了一轮 然后又说起庆的话 宝玉仔细看真啊代玉 觉得他更加长得超逸了 代玉带了很多书来 他赶着去打掃一下房间 放好些东西 又送些纸笔给保差啊 迎春啊 保玉啊 他们 假年见过家人 就回到房间 凤姐见到假年远道回来 就放下那些杂事陪着假年 那时房间里里外外都没人 凤姐就跟假年说了 国寇老爷恭喜啊 国寇老爷一路上辛苦了 在下昨天听说今天大嫁还苦 略避了一杯水酒洗尘 不知道国寇老爷想不想光呢 假年就立刻说了 那时平儿和纵丫鬟就来参拜帝茶了 假年就问家里有什么事啊 又多谢凤姐操持辛苦了 凤姐就说了 唉 我哪里管得碰这么多事啊 见识又浅 嘴又笨 心长又直 人家说初一 我就认十五的了 人家说两句好话 我就心软了 况且又没有经历过这么大事 胆又小 太太有点不自在 就乱到我连教都睡不着了 我都退了很多趟的 太太又不准 反而说我贪自在 不肯学习 哼你都不知道 我是提心吊胆的 我一句都不敢多说 一步都不敢多走的 你知道的啦 我们府所有的管家奶奶啊 谁是好相遇的 错一点就议你低你 偏一点就指桑骂怀怨你 坐山官府斗 借刀杀人 引风吹火落井下石 我这样的油樽也不扯回来的 嘿嘿嘿咿呦 十八分武艺 样样都齐的 非凡我又年轻 按不住阵 不怪别人看我不在眼 这趟冬府是容疾的女人死了 曾大哥再三再四季在太太面前求情 是要我过去帮她几天 我都推了很久了 太太是不给 那我就唯有去 一样被我搞到马洋人回 更加不成体统 到现在曾大哥还冤枉 后悔 你回来就好了 明天你见到曾大哥 好好地说几句解释一下 就说我年纪很轻 本来就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 谁叫大哥你找错他 那说一说一说 就听见外面有人说话 凤姐就问 谁啊? 平儿入来说 二娘太太叫香菱来问我一句说话 我说了就叫她回去了 假年就说了 对了 刚才我去见二娘那时 遇见一个年轻人 她的样子很漂亮 我好奇怪 我们这里没有这些人 聊起来的时候 我问问二娘才知道 是她们上京之前 买来的丫头 叫香菱 啊 被舍盘收了房 开了面就越发标志 哈哈 哈 那个舍大傻 真是浪费了人 凤姐一听就脸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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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娘看見香菱也挺好,最重要還是人品不錯,她跟別的女孩也不一樣,溫柔文靜,上面那些大把小姐姑娘也不及她, 那麼二娘才擺酒請客,靜靜吃吃給舌盤做妾而已。 哼,誰知不夠半個月,就丟一邊了,哼,我也替她可惜。 鳳姐還沒說完,就聽見二妹家童來傳播了,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賈蓮就馬上去了。 那這頭鳳姐就回頭問平義,剛才兒娘有什麼事要叫香菱來? 平義就說了,哪個是香菱啊?我借此以話而已。 奶奶,你說她呀,阿旺嫂她呀,都不拉廢的。 平義說說一下,就走到鳳姐身邊,細細細地在她耳邊說了。 剛才是皇嫂送二奶奶那些利錢銀來。 她又前不送來,早不送來,偏偏家二爺在家,她送這些錢銀來。 是呀,幸好我剛才在廳裡碰見她而已。 不是讓她進來,跟二奶奶一說。 那二爺如果問你,奶奶是什麼利錢呢? 那二奶奶你當然不會騙二爺的。 一定會照實說。 這樣,我們爺爺那份人,她的脾氣你也知道。 油鑊裡面的錢,她都要罵上來花。 那如果她聽說二奶奶有不思幾錢,她還有不大手大腳洗的嗎? 所以我就快點攔住皇嫂啦。 我還說了她幾句呀。 怎知道被二奶奶你聽見了,問我什麼事。 那我就說是鄉玲來咯。 我都說的,那個兒娘知道你爺爺回來, 那你買了我一個 asylum以後到了家走出來。 哪把它從來跑出去? 她寧雅河裡找個收床的女人來做什麼? 原來是你這壺爺爺爺不 certoią start Skyhi n%$ Ebese 。